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线上的你们有没有在等我的直播呢 OK 我们看一下人数上来 OK 上升的人数蛮快的 OK 我们打声招呼吧 大家晚上好 又是来到了上播正能量的这个时刻 欢迎你们收看我的面子书直播 风水讲坛 我是包一帆老师 那又是来到这个每次风水讲坛 我都尽量选择在晚上的时间 因为我相信大家晚上比较有时间 OK 那我的包一帆生活日记呢 我就尽量都选择在白天的时间 因为我觉得那是很随性的一个发挥 当然风水讲坛我就做的比较认真一点 我就会准备这一些东西给你们 让你们能够更容易的学上手 OK 我们看一下现在多人吗 等人多一点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吧 不然很多人今天错过了前面半步 OK 我们就打声招呼吧 你们晚上好 吃饱了吗 线上的粉丝们 朋友们 OK 今天的电话有一点远 基本上我看不到你们的comments 那今天就没有礼物送 OK 但是也希望大家分享我的这一个直播 把一些好的资讯分享给其他人知道 那是一件好事 OK 那么我也准备了这个整天 所以我希望这个题目 今天是贵人子的开运法 或者是贵人福的开运法 希望能够帮到线上的你们 OK 那现在已经是进入2018年了 新的一年的来临 在新的一年里面 你们一定要在年头 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 好好的计划一下 那好好的过这2018年 当然2017年已经过去了 当然2018年就鼓励线上的你们 好好的过 好好的做一些计划 做一些planning 在年头的时候就做计划 OK 跟着到年终 其实年尾的时候再来做计划 那太迟了 所以有一整年的时间 新的一年的开始 所以相信你们都能够把握好这一年 OK 那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虽然做好计划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对吗 那感觉上好像计划 感不上变化的那种感觉 那有些人又会觉得 有时候那个运势 我们的这个运势 这个运气好像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其他 很像一些外来的另外一股的力量 来帮助你达到你一整年想要做的事情 来帮助你达到愿望 那就是今天晚上我要教大家的所谓的另外一股力量 那我们可以借助其他努力以外的力量 当然我们要努力 但是努力以外 其实有这一股很神秘的力量 它包括了你的意志力 你的信念 还有就是今天晚上我要教你们的另外一股神的力量 那就是这个贵人子 贵人福 贵人福真的就是神的一个力量 你知道吗 OK 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教大家利用这个贵人福 或者是贵人子是一样的名称 OK 来帮助自己招贵人 让你的在这心的意念里面 让你的生活更加顺风顺水 你的事业能够发展的更加好 当然财运也会滚滚而来 那人际啊家庭啊 各个方面都顺顺利利的 那遇到任何的问题都有贵人出现 帮你消灾减难 是不是很好 所以今天晚上你们都一定要学上来哦 OK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 当然是出门就遇贵人 见到的遇到的每一个都是贵人对吗 这样子做起事情来就会顺利的很多了 但如果你身边发现到都是小人 那结果就是无风起 那麻烦特别多的 所以招贵人就能帮助怎样挡小人 就他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OK 看一下线上的人数 还好 OK 可以吗 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吗 那我先一个简单的一个开始 等人数多一点 我才正式的进入他这个怎么怎么写这个贵人符 怎么烧这个贵人符 还有这样利用这个贵人子的这一个力量来帮助你开运 等一下后面我们还讲 所以我们先讲一些 大家聊聊一下吧 看一下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助理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吗 OK 有什么问题要告诉我 OK OK 我看到很多人在comment上 你们有share我的直播吗 要记得share OK 因为这是一些资讯的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个贵人符 来帮助自己开运 其实贵人符是另外一种的开运的方式 OK 看一下你们有什么comment 大家晚上好 还在打招呼 OK 好的 OK 差不多一千人了 那我就跟大家简单的 今天我教的这个方式 其实我教的这个方式是 是最最最简单的 找贵人的方式 是很简单的 OK 那方法就是什么呢 很简单 你要去神料店 OK 去神料店买这个贵人符 贵人子 OK 就是这一个贵人子 OK 我们也叫做接引贵人符 可能你去神料店的时候 你刚才讲 你要买接引贵人符 或者是贵人子 或者单单讲贵人符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知道了 OK 所以 然后买了它 就把它画了 这么简单 你可以选择 画贵人符 贵人子 你可以选择在 每逢农历的初一 或者是十五那一天 或者是当你拜拜的时候 把贵人符 放在地主 放在你的天神 大神 观音大布公 观地的神台上 一起拜仙 然后就把贵人符 还有其他的金银子 一起焚化掉 这样子也行 这样子就能够把贵人 接引到你家中来扶持你 OK 当然它也有一些程序了 等一下我会仔细的 把它的办事程序教你们 OK 如果有些人的家里 他说 我家里没有安神的话 那 可以不可以烧贵人子呢 一样是可以的 OK 家里没有安神 你同样也可以烧贵人符的 所以不一定要安神的家 才能够烧 OK弄清楚这点哦 包括在公司 或者是在家里也一样 没有安神也是可以烧的 非常简单 你可以选择每一天早上 或者你选择在初一或十五的时候 或者是你选择在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觉得 现在你遇到麻烦了 或者是你正在面临到一些问题 你想招贵人的话 你就拿起你的贵人纸 贵人符当天拜拜 然后在家门口 或者办公室 公司的门口 把它烧了 画了就行 OK 明白吗 可以吗 有什么问题 你们也一样可以PO上来的 我今天有助理在这边 他可以把问题告诉我 那么我就可以帮你们解答这些问题 OK 那烧贵人符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 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那相信线上很多粉丝们 很多朋友们 经常在家烧吧 给我知道你们有在家里烧过贵人符吗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啊 那但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贵人符 本身是要写上名字 要报名的 OK 再写上八字才可以烧的 正式来说那张贵人符 它是要写上名字 要填上你的八字才可以的 OK 不然的话神你烧上去 OK 神不知道你要为谁烧贵人 所以你一定要报名的 很多人就漏了这个显明字的 这个小小的细节 但当然看起来看起来不是很严重的事情 但其实是最重要的 所以今晚上你们一定要把它 这个方式给写上来 一个正确的方式 OK 那首先首先我们来你要知道的是你几时可以烧贵人符 这个是首先你要知道几时可以烧 OK 我的建议是每逢出一或者十五都可以 你可以跟着其他的精英子一起烧掉 第二呢就是如果当你发现到你进来觉得很不顺 或者是小人特别多 或者是你现在正在惹光飞正在打光飞 或者是遇到一些麻烦的事情 或是正在开始一个新的生意 想要顺顺利利的话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烧贵人符的 也可能是可能你当下生病啊 或者是遇到一些很糟糕的事情的话 比较严重的事情 我的建议是你可以每一天都烧贵人符 所以我们看情况 很简单的说就是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烧 OK 当你没需要你觉得顺顺利利 没什么事情 你可以不烧的 没有什么关系的 他没有很多班单在里面 OK 但是烧贵人符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烧贵人符 你一定要在家里的 或者办公室的门口烧 一定要选择在门口 他不是偷偷摸摸的 你不能够选择在后门 烧贵人符是一件见得观的事情 是拜神不是拜鬼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门口烧 你不能够在后门的 后门是拜好兄弟的不一样 当然你也不希望你的贵人走后门 从后门而来的 对吗 烧贵人符的时候 只要你诚心的烧就行了 不需要念些什么东西的 最重要就是刚才我讲的 要把什么呢 名字和你的八字填好 在那个贵人符里面烧给上天 OK 所以你的贵人符基本上是一个风来的 是一个表格 所以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知道要怎么填这个风 但是没关系 我记得我在上一次很久以前 在去年的时候的一个直播里面 我曾经教过大家写这个贵人符的 不知道你们还记得 可能那时候我没有用电视机的荧幕 那我是就这样子给你们看嘛 然后拿一些纸 所以现在的你们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样子的 我曾经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直播 还记得吧 OK 那这一次呢 我就比较认真的 我就把它做在 放在这个荧幕上 所以大家看的会比较清楚 那当然对你们学习比较有帮助 比较容易 OK OK 那贵人符总共有几张 还有要注意些什么 我们今天晚上慢慢学上来 OK 那首先我先来让你们认识一下贵人符的这一个种类 OK 所以我这里有准备了一些 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有准备了一些贵人符 所以贵人符它有分几种在外面市场上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这几种款式 OK 通常最常见的最常见最常见 就是这一个最普通的对吗 我们每次都是看到这个最普通最常见的 有看过吗 每次当你买金银子的时候 一套的时候 或者去神庙拜拜的时候 它都会附上这一份 这一个就是贵人牵引符 这里有写着贵人 它叫牵引贵人符 OK 那这是最普通的 但是如果你把它 所有这一些东西符咒的东西 其实它有着很好的力量的 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刷 你把它打开来看 你把它打开来看 OK 最关键的 你把它打开来看 当你打开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哎 里面印的东西 为什么萌萌的 为什么字不清不楚的 OK 这个就是不合格的贵人符 所以千万不要买这个样子的 千万不要买这个样子 不合格的 你烧了等于白烧 没有作用的 造成环境污染 不环保 这个不行 OK 所以不合格的东西 OK 所以下次你们要买贵人符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这个不行的 OK 那这是我们最常见到的 品质太差了 那贵人符你要知道 啊 刚才我讲它是一个什么 一个缝来的 是一个你要填写东西上去的 所以那么萌 根本都看不到如何填写 所以这个是错误的 那在市场上还有另外一些 就是这一个 啊 这个够美的吧 OK 这个好漂亮 这个也是接引贵人符 同样的 有一个前面 里面有一些黄色的纸 OK 那贵人符总共是有四张 一张在外面 另外的三张在里面 但这一个有看过吗 线上的你们 这个看起来很漂亮吗 可是也不能买 因为它也有很多错识 这个也是有错识的 不能够买 OK 所以这个也是不行啊 所以你看啊 神料的东西啊 我们不能够随便买的 你需要稍微研究一下会比较好 那这一个呢 看一下这一个啊 也是贵人 接引贵人符一样的 你看它的标题 接引贵人符哈 可能你们那个 那个角度看起来 它是 它是反的 因为是mirror image 因为我在做直播 我的电话是对着我 所以东西有些是反的 OK 所以这一个呢 这个看起来 它的品质很像 很像纸 那么在里面 它印的东西 还有啊 还蛮清楚的 它印的字 可是它问题发生在什么呢 太卡吞了 它画的太卡吞了 所以这个我不建议你们用 所以不要用这一个 OK 那么 接下来就是 我觉得没有问题的 是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也是新的 因为这两种 它都没有错识 所以注意看这两种 都是可以用的 OK 一个写着黑色字的 一个写着金色字的 只要等一下我教你看 看哪一面有错字没错字 你就知道到底哪一种 你可以用的 所以基本上 这两种是属于可以用的 OK 市面上最普通 最普通的 给你比较一下 它的尺寸 它的size 这个是市面上最普通的 OK 所以这两个是合格的 可以用的 OK 可以吗 会买贵人符吗 有人用过吗 应该用过了 很多人都在烧 只是不知道怎么用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OK 所以我们整天都在研究 这些东西 每次都在看 所以对每样东西 其实我本身 做每一件事情 我都很认真去研究 包括风水 命理研究 水经 水经收藏 还有宗教 等等 我都会付出 每到我手上的东西 我会特别的去研究的 所以做事情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 做任何的事情 深入的去研究 去思考 去研究自己喜欢的东西 做事认真 多方面思考 这样子才可以进步 才可以超越 超越其他人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OK 我相信你们也是可以的 可能你们没有花时间 正式的去研究这个东西 但你打开来 慢慢的读 慢慢的看 每一样东西 其实他都有他的意思的 等一下我就一样一样教你们 OK 那第二呢 就是OK 刚才我给你讲的 没问题的是这个贵人符 这个贵人 接引贵人符 那贵人符 总共他会有四张 所以刚才给你看 他有四张 红色的这一张呢 红色的这一张 基本上是封面 给你看一下 我把它拍出来 就是这个 OK 可能拍拍的颜色有点不要 所以红色是第一张 我们的第一张呢 第一张是红色的 第一张基本上他就是封面 OK 他是我叫他cover patch OK 有些人在外面赏买 贵人子娘知道一定是四张一套的 四张 OK 很多人可能在外面他就赏买 单单只是红色的一贴 那每天就烧着一贴 烧着一张 烧着一张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cover patch 这个只是封面 封面没有用的 你没有写到任何的东西的 他在封面这里呢 他只是写着 接引贵人符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单单烧这个 你就错了 白烧了 因为没有作用的 OK 那里面还有三张 环色的 那封面这里呢 他就包括帮你招来 封面这里写啊 招贵人是招什么呢 招东南西北四番贵人 还有就是同南贵人 还有就是财伯新君 还有就是贷财童子 还有一个就是贵人符咒 在旁边这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就是有这些东西 东南西北贵人 OK 所以他这里都有画着 都有解释 其实你可以自己读一下 自己看一下 要照之前自己看看 研究一下 OK 所以这是第一张 不用写任何东西的 如果你单单烧这张 是没有作用的 OK 所以搞清楚 他只是你的贵人符的封面 Cover patch罢了 OK 那打开里面 打开里面 这是第一张 我们把它翻一边 翻一边 第一张 那打开里面呢 其实第二张 第二面 第二面就是 一张黄色的 这个第二面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 趋吉避凶的 金牌 主要是趋吉 我给你看一下图片 这一个 OK 主要是 趋吉避凶的 这个 看了 就是这样子 这是第二张 他上面写着 他上面有写着 这里有写着 长命富贵 永保平安 赤 这里有写 哎呀 OK 赤 福禄寿 金牌 一道 这里有写 OK 还有一个免住难 金牌一道 都是帮你胆栽的一些金牌 帮你消灾解难的一些咒语 所以他这上面很多咒语 OK 都是消灾解难的一些金牌 所以遇到一些麻烦 或者一些官非的问题 这个挺有效的 OK 但是这一面呢 是第二张 你不需要填写任何东西的 OK 不需要填写 OK 所以他是属于第二面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三面 贵人符的第三面是这个 贵人符的第三面基本上也是黄色的 后面三张都是黄色的 贵人符的第三面你要注意的是 他上面有写着 金玉满堂长命富贵 这个这个 金玉满堂 这个长命富贵 你要注意看 上面有写着一个东西 那旁边也有写着这个 这个红恩赦 又 消灾解恶 赦书 这是赦书来的 那所谓赦书就是赦免一个人的罪 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罪念 那前世的罪啊 可能前世你的 燕青 在组之类这样子 我们不知道我们前世到底欠了什么东西 发了什么罪 那有时候人们不顺可能是因为夜战来了 一些说不清的一些原因 所以这一个这一张的功用 主要是因为 主要就是这张的功用 其实就是要消你的 要赦免你的罪念 所以 我们有讲里面有一个叫十色的在里面 十色 十色 这里有一个十色的 ok 那十色这里面他就写了 一色的千年罪 那二色的百万年的仇 三色年成明早四色 破坏无穷 五色夫妻反目 六色儿女西花 然后七色 七色焉家欠生宝 八色前世免灾 九色诅咒良言 那最后一个十色无事好生 这个就是十色了 很厉害吧 所以 他里面有写好多好多东西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看一下 其实 他这一张就是我们要填写的一些东西 那很多东西 刚才我讲的那十色 赦免书就是这一张 那他要赦免你 你以前犯过的罪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不顺呢 等等 那可能跟一些夜战到来有一点关系 所以你需要一张赦免书 除了帮你招东南西北帮的 四方贵人 还有这个财博新军以外 当然还有一张赦免书给你 所以他这一份贵人福里面 他其实包含很多东西 所以你只要群劳一点 把它打开来读一下 你就会知道了 OK 所以赦免书是一张非常重要的 因为要知道为谁而赦 你要赦免谁 OK 所以要赦免谁的灾难 所以挺重要的 记得把你的名字填写上去 OK 这个是要填名字的 OK 那 要填在哪里呢 看这个比较清楚 OK 看得清楚吗 你们 我会发现到 好像有一点远 这个字好像有一点小 看得清楚吗 可以吗 嗯 很多人讲白烧了 是白烧了 可能白烧了很多年 浪费了 所以今天把它学上来 以后你就用得到 以后交给你的子孙下一代 他们知道怎么用 所以只是很多时候 没人去把这一个知识教出来 所以大家学上来 很好用的 那当你正式的去做好来 你会发现到 哎 贵人符有着他 很好很好的作用 基本上我经常烧的 OK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所以这一章 就是 算是第三章 里面含的第三章 OK 那他就有写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从这边开始看 去写了好多好多东西 还有他的十色在里面 十个色面的功用 所以只要很简单 只要你看到姓氏 这两个字 你就你看我打叉打叉打叉 就是说填名字 姓氏就是 姓氏就是你的名字 所以你把你的名字 放在这里 比方说姓氏包一帆 我就写包一帆 这里又写姓氏 你再打叉打叉打叉 你再写包一帆 所以你就写两次 这一面 你只要写两次 你的姓氏 这里一次 这里一次 都是在姓氏的下面 OK 什么姓 什么氏呢 相信的姓 士兵的氏 OK 姓氏 这两个字 看到这两个字 往下填你的名字 OK吗 所以到这一面 你会吗 是不是很容易 到这一张 所以刚才我们只讲了 这是第三张 OK 第三张 所以你只要看到 有姓氏的 我们就填上名字 有姓氏的 我们就填上名字 看得到吗 会不会有一点远 来这边你们看得到吧 OK 如果家里有贵人福的 赶快把它拿出来 上下马上学一下 你就看得到清清楚楚的 OK 所以清楚啊 没问题啊 到这个步骤 到这个步骤 可以吧 还在跟我打招呼晚上好 你们学得到 看不太清楚 有人讲看不太清楚啊 OK 你只要记得 相信的姓 士兵的氏 姓氏下面 你就往下填名字 是啊 翻得太小 我应该把它整个再翻大一点 OK 姓氏这里填名字 姓氏这里填名字 OK 如果真的看不清楚 我明天再做成一个JPAD 把它放去面子书里面 就方便大家看 所以我可以做一些比较容易 让大家去看的那个方式 OK 所以今天先听着 听着先了解一部分 然后明天比较仔细的 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全部再scan起来 放去面子书给你们 OK 方便你们去分享 也方便让你们学习 OK 最后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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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张也是最重要的 最后一张是这个 我看一下 OK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是这个 看得清楚吗 你们那边好像有一点萌 最后一张是这个 看到清楚吗 这一张 OK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 我看一下 最后一张也是最重要的了 上面写着 上面写着天解 所以他写着天解在这边 天解赐福了 增翔 地解化难 生恩 这里他有写着 然后这边也有写一些 比较重要的字 OK 这边 OK 大臣 这里看到吗 大臣北斗七星君 白解福咒 所以这个是下一台的 OK 你认这两台 你就知道这是最后一张 是一些福咒语来的 我们也称为这一面叫做白解福 白解福能化解你所有的凶星的咒语 你命中遇到 尤其是犯派税的人 他命中有遇到很多很多凶星 所以白解福就是化解这些凶星的一个咒语 他这里就写白解 OK 读一下 所以拿到什么在手上 我们要读一下的 这边就写了 一解千愁百难 这里 你们可以可能看到吗 好远哦 那个字 OK 一解千愁百难 二解四季凶星 三解百无经济 四解 参戒 叠心 那五解冠飞口舌 记得光飞口舌也是很重要 六解家宅不安 可能家里有很多事情 你需要六解 那七解水火贼到 所以第六呢 他帮你解掉这些问题 那八解日善凶星 就命中里面可能遇到凶星 九解不祥之兆 有些不吉祥的东西 十解夫妻不母 夫妻管情不好 就要解了 十一解物主二相 十二解百病消除 他这个白解服里面 他有这十二解 所以可以解好多好多的问题 是不是很好 那 OK 那为什么 为什么 我看一下 这个跑回去了 我按回去一下 OK 这是刚才那一个 OK 这一个最后一张了 所以这个我又要讲 因为非常重要 所以同样的 你一定要写上你自己的名字 老头 这个是一个符咒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咒 这是一个符咒来的 你看到他很多 这些符咒语在这里 白解服是一个符咒来的 这最后一张 所以这个除了写上名字 刚才我说了 只要看到姓氏 我们就写上名字 除了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外 他其实还要写上多一样东西 那就是自己的符咒词 我还有弄多一张出来 不懂 看得清楚吗 我们看一下 我把它分大一点 看得清楚吗 会不会太暗了 所以这一part呢 你要注意这一part 他只是在这一part放了 这一part我把它翻大过来 所以你看到看到 ok 这里呢姓氏 他的姓氏放在最尾最尾 你看到姓氏过后 叉叉叉 就是你的名字 字命 他这里写字命 你的命是年叉叉 是我写的啦 年月日时 这个就是你要填写的八字 ok 出生的年份月份日子 还有时间 所以年月日时 这一面 这一张 你只要填写你的姓名 就是姓氏 这里填写姓名 还有你的命 你的八字的命 出生的年份月份日子时间 就行了 这一面只是填写这个 但是这个也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因为符咒在这一面 所以这一面非常重要 但是出生的年月日时 我所谓的八字 不是填写你的农历的几月几号出生 比如说你在九月初三出生 不是写这个东西 ok 是写八字 很多人很多人不会写八字 线上的你们会写八字吗 知道自己的八字怎么写吗 还是看不清楚 没关系没关系 听着先 我明天把它整理一下 放成JPG 做成图片 放在面子书 方便你们再仔细的去看 你们先听一轮 然后明天再拿那个面子书的 那个JPG 方便你们看 ok 又没想到这么萌 看不清楚 ok 那么刚才讲到 这一面 你一定要填写的自己的名字 还有就是自己的一个八字 那八字也是很多人 不大会写的 所以不要紧 今天晚上我同样教你 怎么写自己的八字 因为一定要教你全套的 ok 那写八字其实比较简单的是 你download一个apps 这个apps上次我教过大家download的 那这个apps本身它你去appsearch那边 你写润拔字 你写润拔字这一个程序 然后应用程序蛮好用的 那它的这个logo是这个样子的 你就download这个 ok 现在的你们有download过吗 看一下有了哈 上次我教过的 这个真的很好用 但是再交多一次 可能有些人还不会用的 把这个appsdownload下来 你才知道你自己的八字是怎么写的 ok 是免费的apps 很好用的 基本上我出门都是用这个 这个版本 ok 那当你download过后 你把它打开来 它会是这个样子 看得到吗 又很萌啊 ok 它会是这个样子哦 ok ok 第一面是这个 它会问你姓名 你要打不要打姓名没关系的 但是性别男或者女 你可能就选择一个你是男还是女的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出生日期和出生时间 出生日期和出生时间你要key in起来 打个比方 我这里做个例子是1983年10月2号早上10点出生 是女生是女生所以你就要key in进去 所以你就打你自己的1982然后你按年这样子的你打1982然后你按年10月你就打10然后按月他就这样进去了 所以把这一个全部key in进去全部key in好 ok 然后就按他这里确定会取消你按确定就行了 ok 那接下来他就会出现这一个 ok看得清楚吗 现在的粉丝们 他就会出现这一个 ok他会出现这个 他这里写论八字排命盘的 这个有写论八字排命盘 他会出现现在你是在基本的这个column 他里面有很多 有基本有命盘有细盘有大运等等 但是你在基本的这个column 在基本的这个column 在这一边呢你就可以在你的在这里你的左上角吧 你的左上角这里你可以看到基本的这个 那在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的畜生的 他写西粒和农粒 西粒就是我们所谓的羊粒 我们的羊粒来的 所以羊粒在1983年10月2号10时 10点的意思 那农粒的话他这里就写1983年8月26日 这个就是你的农粒了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对照一下 你的羊粒和农粒的对照 看对不对 OK这里 OK 但是这个不是八字哦 OK 八字不是我们的农粒的那个日子 8月 8月26日 这个不是八字来的 所以八字要看另外一面 等一下我再教你 但这一面他的基本 其实这个功用其实也蛮好的 那除了这个以外 他里面还有星座啊 还有一些东西 给你看 但是我觉得有一样蛮不错的 就是这边 这个有一个是要重量的 称重量的 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吗 我们自己的每一个命都有一个重量 啊 那就叫 颜天刚 称骨算命的一个方式 就是称你的骨的重量 其实在这边他都有写着了 比如说这一个出生日期 他是他的骨重多少 他这边写五两五千 所以这就是你的骨重 当然称骨重来算命的方式 我认为他只可以拿来做参考 他的准确性不是很高 OK 比如说我的骨重 我的骨重是跟李嘉诚一样重 难道我就像他这么有钱吗 也未必吧 因为那个骨重很多人都一样 所以他的论命方式 是可以做参考 但是他准确性的确没有这样高 OK 所以论骨重这边 他就有写五两五千的一个命格 你们可以参考 OK 那五两五千其实他代表的意思 就是少年奋斗 那晚年才是富贵之命的一个格局 所以这边他其实有写了 他一些评语 他这里写成评语 评语 五两五千的意思 五两五千的评语是 走满阳边争立民 少年做事 废仇论 一朝妇孺 元元子 富贵荣华 显六清 那他的解释的意思 他就写这几段话 那我们就要去理解他的意思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为人基本上是很机灵的 那年轻的时候 比较难聚才 在事业在工作上 比较难聚才 那很多时候是才来才去 但是 这个人基本上一生都很群奋 很耗斜 那到最后 他一定会有功名的 有财运 有依入 那福星一定是照他的命功的 所以就到了晚年过后 他就能够享受到荣华富贵 所以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我们要看这几段话 通常是这四句 四段话 很多人就会去猜他的意思 但是以这个来论命法 基本上他的准确性不是很高 OK 那下面这里 下面这里还有一个可以参考的 这个 这一 part 然后我把它放大了一点点在这边 它是写五行的一个信息在这边 所以五行的信息是可以做参考的 比如说他命主属性属水的 所以这个你们额外学一下 这个对你们也是蛮好的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属什么 你要知道五行里面就是金木水火土 五样东西 那自己本命五行是属什么 起码你去找出来一下 所以在这边他就会告诉你 命主属性 葵水 葵这个字 稍微很多人不知道 你不要去懂片子 但是那他写水字 这个好容易记吧 这个你就看得懂 他代表你是水命人 OK 那他旁边这里又写 还有一个身强 他就写了身强42 那身强这边呢 准确性就不怎么高 所以只可以参考 OK 不能够完全的相信 他那个要一点砖 要一点人脑去分析 毕竟电脑有时候 他分析这个不大准 所以电脑分析的是属性 这个蛮准的 那么他写参考用神 物火土在这边 让他写参考祭神 水和金在这边 参考用神和参考祭神 真的只是给你参考罢了 因为他的确准确性 准确性也是 也是有待鉴定的 这个还是需要 专人去帮你看的 OK 所以但是 命组属性 这个绝对不会错 这个非常准确的 你可以知道自己是属水命人的 是从这边来的 OK 在这边呢 你就去 基本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那接下来 你就去按命盘的那一边 命盘的那个环节 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八字 来给你看 这个就比较大一点吧 OK命盘在这边 论八字排命盘 这里有个是命盘的这个环节 命盘这边 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八字了 OK 他基本上他会写 时柱 日柱 月柱 年柱 这样子看 OK 所以就是你的年 月 日 时 上面的这个 你不要管它 你看下面 这两排字 比较明显的 这个就是你的八字 所谓八字 就是八个字 就这么简单 它代表着年份 你出生的年份 两个字 所以这两个字 就是你要填在贵人符里面 你的年份 那出生的月份 也剩两个字 这两个 大个的 写着大个的 所以往上写下来 那出生的日子 也是这两个字 OK 出生的时间 两个字 所以叫做八字 八字的意思就是八个字的意思 就这样简单 真的就是八字 所以八个字的意思 所以八字就是你要填在贵人符里面 要把它参考填下去的 OK 所以他这个八个字了 可以吗 学得上吗 有一点学术 有点复杂 可能有一点 听不懂 但是不要紧慢慢学 这个是学术里面很基本很简单的 我告诉你 所以很多人就只要要学风水命理 其实还不知道 其实很复杂 很多东西 还很深入 这个只是表面的很简单的东西 我觉得我教你们 你们都学得上了 OK 那所以刚才讲的那八个字呢 就是你要填在这边的 OK 这一个part 你看到这些图片这里 然后这些是它的符咒 符咒旁边这里有教你填东西的 OK 那这一边我把它放大就是在这里 你只要看到姓氏 你就写上名字 然后这里是字命 你的命到底是出生什么命呢 他就空着给你写年份 月份日子和时间 他就放着年月日时 那个时候就是刚才你看了你的八字 年的那两个字晚上写下来 月的一样晚上写下来 日子也是一样晚上写下来 时间也是晚上写下来 所以八个字你就把它填好了 就是说这一份贵人符是为某某某 是为谁 是为哪一个八字的人而少的 而少的 还有那些白姐符 还有里面的石色 帮你赦免的一些罪 所以这些东西 然后你再把它遮回去 好好的遮回去 烧掉它 贵人符就这样子哦 就这样简单 OK 可以吗 学得到吗 所以它的方式其实很简单的 只是有几个步骤 可能你们需要知道罢了 OK 可以吗 天干这是天干 对啊 这是天干地支 八字里面一部分是天干 一部分是地支 OK 再给你们看看一下 OK吗 八字 OK 所谓天干地支可能比较复杂 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天干 什么是地支 那是比较深入的一个学术的 我们的术语 这一边在上面的八字在上面的 我们叫做天干 在下面的这一排我们叫做地支 那天干总共有十个地支 总共有十二个地支就跟我们的生肖有关系 所以我们的生肖在这里就讲一点点吧 OK 既然有人问到天干地支 年份月份日子时间在这边 年份这个是亥字就是猪 猪年出生的月份是在鸡的月份 然后日子是在猪的日子 时间是在舌的时间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一个八字 每个人的八字里面可能最多会有四个生肖 有些人只有两个 有些人有三个生肖在你的八字里面 所以正式来说你到底放胎税 与否我们还要看完你八字完整的 才可以知道你正式放胎税的严重程度 或者你根本没放胎税 或者你非常顺利 整体上来说你要专业的去看你自己的流年运程 你需要完整的一个八字 他才能够帮你仔细的去算下去 所以流年运程这里 如果你能够的话 可以找专人去帮你另外批的 因为我们分享出来的那些流年运程 对应十二生肖的那些是一些基本 那是对general的 当然每个人有一个针对性自己的一个流年运程的看法 OK 所以因为我们八字的对应不一样 OK 好的 这个写贵人符的方式我就教大家到这里 OK吗 你们学得到吗 学不到编辑 明天我把那个一张一张scan上来 然后放进Facebook给你们 你们就比较容易的去去看 OK 可以吧 有什么问题吗 助理 我问一家人里面如果是每副家庭是烧一份还是跟着家人 OK可以 所以一家人里面每副烧的家庭到底是烧一份还是跟着家人啊 跟着什么 跟着还是家庭成员有多少就烧多少份 OK 家庭成员有多少就烧多少份 其实看个人有些人可能是 嗯 如果你发现到你家里有谁比较需要烧贵人你可以把他烧 但是如果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 基本上都是犯男主人一份就其实就很好了 但是如果你拜比如说你拜天神还有一份贵人符 你拜地主也有一份贵人符 那你的观音也有一份贵人符 那基本上你就有三份贵人符 三份贵人符的话你就写可能爸爸妈妈可能儿子之类这样子 哎你就三个一起烧因为你不需要爸爸爸爸爸爸不需要这样子的 你只要一人一份就行 不需要到三份这么多 大家记得还有一样就是主先的话不可以放贵人符 主先不可以放贵人符在那边拜了 然后不一样的那个方式 OK 嗯其他的我看一下还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每天都可以烧的 嗯在我认为如果你开始创业 如果你是开始做一个生意那你开始创业 你想要事业的一个开始就顺顺利利 就能够招来贵人的话那你基本上每天先烧 烧到你觉得差不多了一切顺利的很多 那后面的话你可能放除以十五你才烧 OK 所以这个就是啊他的一个一个很方便的地方 这么多这么多金银子这么多符咒啊 那我觉得贵人符是里面其中一个很好用 又不会有太多太多那个那个金银的东西 所以他在处理方面也比较容易 你可以当天拜拜一下在门口家里门口啊 像这当天拜拜一下拿着你贵人符 就算你没有放弃大神放在神台上面 你可以自己写好了拿去外面跟着天拜拜一下 那么然后你就找个焚化炉把它画在里面 当然如果你没有画炉的话烧在地上门口的地上也是可以的 但是过后要清理啊不要造成环境污染 所以贵人符其实很方便很方便的 而且也很好用 所以线上的你们记得啊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很多东西可以不凡试一下 然后去看一下感受一下他的功用 可是如果这么多年以来这么久以来 你都是只是这样烧完全没有写过任何东西 那你的确是白烧了 所以这次把它学上来 那下次你就把它用上来的 那很多时候贵人符贵人纸你可以怎样的 你可以把它写好了 放在一堆放在得寇没事情的时候 你就写多多写多多 ok写多多 这是爸爸的你就写了好多 然后你再写一份 这是妈妈的 大家都有一贴一贴一贴 那你就看什么时候 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你就把它拿出来 ok然后画掉 那贵人符不需要本人自己画的 这个我也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他不需要本人自己画的 你可以太太帮先生画 可以这个样子的 太太帮儿子画也可以这样子 ok所以他没有这样多 没有这样多问题的 也不用说拿着贵人符在那里 念念有词啊 许愿啊 什么之类不需要的 你画掉他就对了 然后能够把你解决掉你面对的问题 能够帮你招来贵人 所以他有着他蛮不错的一个功用 这样基本上我试了这么久 我都觉得他起的很好很好的作用 所以你们可以试一下 再来最重点的一点就是贵人符本身贵不贵 很便宜的 你去到神料店你都可以买得到 只是在神料店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你是买哪一种 哪一种款式的贵人符 ok 所以他有分他的种类 所以在种类这边你稍微要注意一下 小心选择一下 ok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ok 那么啊就跟大家在这个是ok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接下来接下来啊在1月6号下午2点到5点之间 我会跟陈佳龙新闻主播八度空间的新闻主播陈佳龙一起做我这个节目 就是包一帆老师粉丝回馈的这个大会 所以这个是在1月6号下午2点到5点之间三个小时里面那当然见证我们主要就是回馈给粉丝这一年里面 一年以来的这个支持 所以在当时我们就会在线上送很多礼物出去 所以还有iPhone 10还有电话还有红包还有好多好多礼物 所以在这一天里面你们都一定要share我的直播 还有就是现在开始想你的感言 想你的好好的感言到时候感动一下我们的主播 感动一下我们的这个助理 因为是由他们来选的 ok 所以这是一个回馈大会了 一年只做这么一次 这是属于比较大型也送的比较多东西的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很幸运很幸运的拿到我送给你们的礼物 那么当然拿到的人一定会很开心 都会觉得整年的运气都会很好 ok 那时间差不多了 我看我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时间 谢谢你们的收看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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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